日本和东盟的特别收脑会议周五开幕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陆续和东盟国家举行双边会谈 安倍多次提及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希望和东盟国家共同应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五在东京 陆续同东盟国家首脑举行双边会谈 安倍先后同文莱国王哈萨纳尔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 在同文莱国王的会谈中 安倍提到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希望获得理解 哈萨纳尔回应 希望问题通过对话解决 而日本决定向菲律宾提供500亿日元贷款 为帮助菲律宾加强沿海警卫队能力 将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艇 190亿日元贷款 安倍和阿基诺还确认 日飞将为保证国际空域海域自由加强合作 安倍表示 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同南海问题相同 都试图单方面通过力量对抗 改变现状 阿基诺回应 若中国防空识别区扩大到南海 菲律宾将受影响 希望同日本共同应对 和平解决纷争 在明天日本东盟特别首档会议结束之后 计划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会就中国防空识别区进行怎样的表述 目前日本正在和东盟国家协商当中 凤凰威士林苗 南来耗水 日本东京报道 谢谢大家